Hello, 今次3個晚上想和大家一起做這個傳統港式葡萄麥包 它的做法非常簡單 因為我們首先要知道 傳統港式葡萄麥包沒有全麥粉在裡面 所以我們只需要選擇我們平時用的甜麵糰 然後加入少許黑麥芽粉 最後再搬入葡萄麥包就可以了 黑麥芽粉有什麼特點呢? 它可以令麵糰的色澤有麥的顏色 而且也可以令麵糰有麥的香味 所以只要我們搬的時候 加少許黑麥芽粉就可以了 這裡的麵糰已經搬好了 可以給大家看看 它是非常軟熟的 這個麵糰裡面有湯粽 我們先看看它有薄膜味 應該就可以了 待會再搬入葡萄麥包就可以了 已經有薄膜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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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把麵糰放開 現在將麵糰放開 將它放大一點 將它放開一點 將它放開一點 然後拌入葡萄麥包 然後拌入葡萄麥包 今次的葡萄麥包 我已經有浸過水 浸過的葡萄麥包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因為它浸過了水 它裡面有多了的水分 這些水分就可以令到 即是我們再搬入麵糰裡面 這個水分就可以令到 這個麵糰更加濕潤 我們烘焙出來的麵包 就會更加軟熟 但記住 浸完水之後 一定要將葡萄麥包 再吸乾它 否則就會很濕 這樣會太濕 將它折幾折就可以了 有了 不要太多 將它折起來 盡量將葡萄麥包放在麵糰裡面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可以等它進行第一次發酵 接著就可以去下一步了 麵糰已經是完成的初次發酵了 我們檢驗它是否完成了的話 就會在手指上拿少許高筋麵粉 接著就把麵糰放在麵糰裡 當你看到的孔是沒有回縮的 即是說發酵已經完成了 現在就可以進行下一步 就是和它排氣分割和滾圓 先把麵糰放在麵糰裡 先把它放在麵糰裡 這次是 所以每一個都會 都會是大小小的 有整個 剛才放過了 大概就是81個 如果想做到很像街 我們平常買的那麼大 都要有七十至八十一個 那麵糰很快便完成了 分割了之後 然後就像平常的步驟一樣 每一個細細 排在手裡的空氣 然後再滾圓 這樣便完成了 因為其實也是造型 因為我是打算做 就這樣做 所以其實這個滾圓 是非常方便和簡單的 亦都是等同於 和造型一起做 所以是非常方便和簡單的 有時候我自己攤快 那麵糰是沒有浸的 如果不浸的 那麵糰其實也可以的 不過我們要注意一點 就是 盡量把所有提子乾 要放在麵糰裡 因為如果我們 焗的時候 提子乾是外露了 而提子乾有沒有浸過的話 那麵糰出來之後 提子乾就會 首先是硬 即是比較硬 而且會帶苦味 如果浸過提子乾 就算你外露了 在麵糰外面 焗完出來都可以的 麵糰通常就是 不外乎都是圓形 或者是藍形 其他的造型就比較少見一點 嗯 現在每一個就有81克 再提醒大家,我們做滾熱的時候,桌子盡量不要太多粉 它應該有一點點絕著的感覺就會好一點 滾得不夠熱 好,差不多了 好了,五個就完成了 因為我是做圓形,所以滾軟和造型是同一個步驟就可以完成了 現在就等它進行最後一次發酵 接著就可以再做下一步了 噴一噴水 完成了發酵之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後發酵已經完成了 我自己的習慣就是,除了目測看到麵團是否膨脹到兩倍之外 我都會用手指,拿少許高筋麵粉 然後就輕輕刷在麵團裡 你看到麵團微微彈起,最後發酵已經完成了 如果它還是實實的,可以再發酵5至10分鐘 我們就和每一個麵團塗上蛋漿 輕手就是塗上蛋漿 這個港式的提子麵包也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一定是塗蛋漿在面 等烘焙之後,每一個的麵團都會亮 就像我們平常說,灑上高筋麵粉 或者是塗鮮奶在面 它一定是塗蛋漿 等到每一個都亮亮亮的 另外,我已經預熱了焗爐至180度 焗大概15分鐘左右 應該可以了 我們現在就可以和它們入爐了 港式提子麵包就出爐了 最後用了180度,焗大概15分鐘 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個都漿漿漿漿 焗好了就是這樣 底部是這樣的 現在每一個都很熱的 待會它放涼了之後 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它裡面是怎樣的 麵包已經是涼透了 在和大家看看它裡面之前 我們再簡單地再說一次 這個傳統港式提子麵包的什麼特點 首先第一,它雖然是提子麵包 但其實它裡面完全沒有全麥粉在裡面 它純粹利用黑麥芽粉 給麵包有麥色澤 和麥香的味道 第二點就是在入爐之前 它一定是塗上蛋漿在表面 令到它烘焙出來之後 每一個麵包的表面都是亮的 而第三點就是造型方面 除了滾完之外 通常我們會看到就是籃形 或者可以做一些如果是做大籃形的麵包的時候 除了加提子乾 加上這個合桃也很普遍 現在拆開一個看看它裡面是怎樣的 這是一個湯種麵糰 所以它是非常軟熟的 其實麵糰方面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就可以了 它看上去真的好像有麥的顏色在這裡 再加上我用了這個湯種 所以每一個是很軟熟的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三腳貓的分享 如果有時間的 有興趣的也不妨試一下 拜拜